Hello,大家好,我是Miss Bianca 今天讲一下小五数学的平衡四边形面积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影片,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一出新片,你就收到订阅 另外,如果想学更多课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报道我们的专科课程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吧 平衡四边形的面积,我们有一条公式 就是底乘高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关于平衡四边形的性质 可以看我们较早前的片段 好了,讲一下第一条例子 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平衡四边形 我们会先画一些附座线 底是10cm,画一条垂直线 我们就可以找到高,高是4cm 所以根据我们的公式 就会把10乘以4等于40cm2 例子2 同样地,我们先拉一条垂直线 和底互相垂直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12乘3等于36m2 但同学就要留意 有些题目的单位是cm 或者有些单位是m 所以在答题的时候就要留意清楚 第三条 左边的平衡四边形面积是72cm2 底是9cm,问他高是多少 根据我们的公式 我们知道底乘高等于平衡四边形的面积 现在我们有平衡四边形的面积是72cm2 所以我们反过来 把72除9 我们就会知道高是8cm 来到checkpoint时间 会给大家10秒钟回答以下的问题 现在开始 好,时间 我们一起看看平衡四边形A 他给了数据你 底是10cm 高是14cm 底乘高 所以出来的面积是140cm2 平衡四边形B 他给你的数据是84cm2 而高是12cm 所以我们就要反过来 把84除12 我们就会知道底是74cm 平衡四边形C 给你的数据是345cm2 而底的数据是23cm 所以我们把345除23 我们就会得出高是15cm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课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报道我们的专科课程 下次再见 拜拜 这个课题 слово 一些课题 大家 想看 点짝 点 点